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几声号角 甘地庙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甘地庙 蒙古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寺庙 位于忽贝斯勒省牧人市 该庙现有二十多个喇嘛 最小的只有十岁 恩和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每逢周末和寒暑假 他就来到这里当小喇嘛 恩和的父母是虔诚的佛教徒 经常带着小恩和来寺庙烧香拜佛 恩和对这里一点都不陌生 两年前 当他刚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暑假里 父母就把恩和送到这个庙上 希望孩子能在这漫长的假期里 多学点什么 从那以后 与学校生活迥异的寺庙生活 吸引着小恩和 他渐渐地喜欢上了这里 甘地庙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起初是由几座蒙古包组成的 流动的寺庙 随当地王公贵族 加设的迁徙而迁徙 后来香火越来越旺 喇嘛越来越多 寺庙也不再迁移 渐渐形成了最早的牧人寺 甘地庙坐落在德里格尔江边 沿着这条江四季游牧的恩和一家 世代不曾远离过甘地庙 甘地庙早已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 恩和的家原来在牧区 住惯了蒙古包 搬到城里后 他们在院子中仍然搭起了毡包 木制的房子与蒙古毡包交织错落在一起 这是蒙古国城市住宅的一大特色 我usal用蛮 tolerance 我们赶了 sample 我们在大时中产ơ的 Het胡萝卜 就会 gap凌围 伊尼家也还没凉 涮政策 Ар迈玉 愿 从此 刚才 入联, kah 邢 绽与 本來你們現在會做很多的事情 沒有那麼我找我們 來找我們 我們要來找我們 我們要找個小孩子 我們要找我們 我們是解決的 我們有些人 我們去過 我們要來看看 我們ivity 我們要去看 如果我們去找我們 我們去看看 我們去看看 我们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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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 牧人寺的街头上 看不到几个孩子 甚至大人也很少 起得最早的是 甘地庙的喇嘛们 恩和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寺院要求小喇嘛们 每天早早来到寺院 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 这样既能让他们熟悉寺院生活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基本的劳动能力 更能磨练其意志和品质 造诣高深的喇嘛 往往都多才多艺 在寺院里 小恩和不仅可以学到诵经 修行 还能受到哲学 医学和民间艺术方面的 启蒙教育 应该说 现代教育出现之前 在蒙古地区 寺庙就是唯一的学校 佛教的传入 使蒙古人有机会感受到 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古印度 西藏 及中亚地区 古老的哲学 医学 史学 文学 和民间艺术成果 极大的丰富了蒙古人的草原文明 蒙古人的文化 通过遍布各地的寺庙 和人数众多的喇嘛 得以保存和发展 寺庙是文化成果的集散地 离甘迪庙三十公里 就是恩和的姥姥家 恩和上学前一直住在这里 至今他们家的牛羊 还在这里牧羊 近几年姥姥体弱多病 卧床不起 妈妈常年在这里照料着姥姥 恩和与姐姐利用假期 经常来到这里 给姥姥作伴 帮助妈妈做些家务 姥姥家的佛经 是过去从甘迪庙请来的 姥姥说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 那一场灾难中 很多寺庙被毁 无数经书被焚烧 喇嘛被驱赶或强行还俗 这本经书是放在姥姥幼时的 墙堡中才得以保存下来 姥姥听别人讲起过 这经书上写的都是医药知识 按摩 恩和现在暂时还读不懂经文的内容 可他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自己一定会揭开其中的奥秘 至于姥姥疾病的秘方 说不定也在这里呢 在蒙古住在城里的人 在牧区都有自己的草场和牲畜 这是他们维持城里生活的重要保障 虽然恩和的父母在城里有稳定的工作 但这里的牛羊仍是一家人重要的生活来源 也需要有人照料 所以恩和读高中的姐姐诺敏的暑假 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离姥姥家不远 有一眼泉水 上学前 恩和每天跟姥姥一起到这里取水 据说这泉水能治多种疾病 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这里 饮用这泉水 小恩和希望这泉水 能够治好姥姥的病 所以一有机会 她就跑回姥姥家 一天取几次水给姥姥喝 牧区的活儿 姐姐样样干得得心应手 姥姥病了 父母也渐渐在衰老 一家人的生活开支 尤其是自己和恩和上大学的费用 都得靠多干活来活得 母亲们的生活开支 母亲们的生活开支 从学校到寺庙 从寺庙到牧区 恩和就在这样一个三点一线中 体验着人间充实健康和快乐的童年 虽然恩和在甘迪庙待一年了 但只是熟悉了一些庙规戒律 参加了一些集体诵经活动 至今还没有正式入门 父母一直希望他能成为真正的佛门弟子 近些年从甘迪庙走出的小喇嘛 有很多人考上了高等学赋 这让小恩和很羡慕 甘迪庙的大喇嘛 毕业于蒙古国佛学院 是这里学问最高 造诣最深的喇嘛 很多小喇嘛都很敬佩他 都想拜他为师 大喇嘛看出恩和 具有很深的佛缘和慧根 所以他答应受恩和为弟子 但需要选择即日举行正式的收途仪式 那是什么 有十字幕的主要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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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一个人的主要发生了 有十字幕的主要发生了 也有十字幕的主要发生了 从甘迪庙考走的喇嘛们 每到假期都要回到庙里 参加各种佛式活动 很快就要开学了 大喇嘛组织了一场篮球比赛 来欢送他们返校 这也是庙里多年的惯例 大喇嘛认为 现代寺庙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封闭和保守 它有了更多与世俗生活 与现代教育相接轨的内在机制 这也是很多家长 愿意把孩子送到寺庙的重要原因 作为大喇嘛 他有责任为甘迪庙的将来 做筹划和考虑 他说任何宗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死水 它是随着时代的轨迹流动的河流 现代寺庙应该更多地体现一种理性意识和人生关怀 对信徒们的影响 强化人们的是非观念 但是不管怎么说 寺庙仍需要保持一些固有的本质 清静安闲的寺庙 自有不同于外部喧嚣世界的节奏和规律 首届的过程就是净化心灵的过程 学做苏油灯是小喇嘛们必修的一门功课 俗话说 做一盏佛灯等于立一座佛塔 点燃一盏佛灯等于拯救一条生命 每一簇苏油灯花都象征着一个灿烂的人生 中文字幕提供 恩赫的妈妈也抽空给寺庙义务缝制一些用品 甘迪庙旁边就是儿童游乐场 小喇嘛们脱下僧袍走出寺院 就可以不受那些清规戒律的束缚而自由玩耍 甘迪庙在对这些还没正式入途孩子们的管理上 主张顺应其天性 大喇嘛说孩子的心灵一旦被束缚 其生命的热情就点燃不起来 佛门对这些孩子们的最高要求 就是让他们牢记佛教的宗旨 善一心向善 再过两天是拜师的好日子 按照拜师的规矩 恩赫首先要剃发 寺院要求 喇嘛的头发不能随便丢弃 更不能让人踩在脚下 因此恩赫不去理发店 平时都是父亲给他理发 这段时间父亲不在 妈妈专门为他请了个理发师 按照蒙古人的习惯 男人的头女人是不能摸的 摸了会影响男人的运气 尤其是喇嘛的头 更是不能随便碰 但今天不知是恩赫的妈妈 一时忘了 还是早已不相信这样的说法了 经过一年多的寺院生活 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能够拜大喇嘛为师 这是对小恩赫做人品质 和聪慧个性的肯定 大喇嘛从此也多了个真正的弟子 大喇嘛受恩赫为弟子 妈妈是感激不尽的 让家里有一个既接受现代教育 又接受佛学训套的人 一直是他多年的愿望 新的学期开始了 喇嘛和学生这两种身份 寺院和学校这两种环境 对小恩赫以后的生活将会产生 什么样的特殊影响呢 我们不得知 小恩赫心中有佛 小恩赫心中有梦 大型电视系列片 异象蒙古 带您领略 异域风情 大型电视系列片 写带您认评击 大型电视系列